各位總統文化獎的得獎人 還有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很歡迎大家到總統府來 也要恭喜我們總統文化獎的得獎 各位得獎人 各位所樹立的價值典範 是帶動臺灣社會不斷前進的動力 我們今天在場的文化更衣獎得主 黃永雄先生 是1970年代臺灣最活躍的文藝青年 也是《漢森雜誌》的創辦人 《漢森雜誌》深入報導 鄉土藝術文學為臺灣留下的記錄 也給不同世代的讀者 包括我在內帶來深遠的影響 今年在地希望獎則 頒給我們信義訪屋的社區一家計畫 這個計畫可以說是由單一民間企業支持 時間最長 參與人數最多的在地社區行動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 有更多人投入社區營造的工作 也鼓勵了許多企業的更進 一起推動在地社區的發展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還有社會改革獎 就是齊家衛先生 創造維護愛知病患的權益 以及對婚姻平權的堅持 另外還有在簽約一段時間 透過申請釋憲案 讓臺灣社會變得更多元 更平等 針對40歲以下的年輕人設立的青年創育獎 則是頒給阿美族的名言人蘇敏 他在自己的故鄉 都蘭部落紮根傳承文化 獲得很多青年朋友的迴響 此外 還有一位不在現場的得主 我們班正能到奉獻獎的羅惠夫醫師 他長期奉獻愛心和專業 我恢復如言 基金會更是用愛彌補了生命的不完美 這個人道醫療精神值得臺灣社會的珍惜 最後我要謝謝這次總統文化獎的總召集人 也就是陳建仁副總統 副總召集人是江春南副會長 以及所有評審和工作的夥伴 謝謝大家的辛勞 我們也希望臺灣社會可以透過 總統文化獎 多了解這樣的事蹟 讓更豐厚的 深刻的臺灣文化 可以得到更多的關注 所以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